我們來討論因式貝式與因式分解 就是說現在一個多項式 一個多項式的話 如果它是那個 某個多項式的因式 比如說是V多項式的因式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它寫成V 乘以另外一個多項式 那這個過程我們叫做因式分解 也就是說我一個多項式 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一直把寫成好幾個多項是成績 一個多項是能夠把寫成好幾個多項是成績 那這種動作我們叫做因式分解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 這裡有個例題 比如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 互15個尺平方 然後加上26x-7 那這個的話 我可以把它寫成多少呢? 寫成這個是3x-1 然後-5x-7 那從這裡寫到這裡 這個動作我們叫做因式分解 那如果呢 你把它寫成好幾個那個 好幾個那個多項式相成以後 這個叫做因式分解 那如果每一個多項式的話 都已經沒有辦法再繼續分解 那麼這個我們叫做直因式分解 那每一個因式的話 我們稱為呢 是直因式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 立體1 我們看立體1 立體1他說 1他說 2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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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呢 4x-4 平方加上8x-4 加3的因式 那如果4的話 請因式分解這個多項式 好 那他是不是他的因式的話 我們就除入看 我把它除入看 把它除入看 就4加8加3 這是2加1 好 分比係數 那2 2 2得4 加3 2 這樣的話 就等於 6加3 3 加多少呢 加這個是 3 32得6 6加多少呢 3 整除了 也就是說 4x平方加8x加3 可以因式分解成的話 2x加1 乘以後3 2x加3 那這一題的話 就整個就做完了 他要你值因式分解 你就把它因式分解 就是說 他是他的因式嘛 那他是不是他的因式 我就除不看 除完以後發現整除 那整除的話 這個就是傷 這是除釋 這是被除釋 那這個的話呢 就可以寫成兩個 多樣是相成 那這個動作 我們就這樣呢 因式分解 那這樣的話 就已經因式分解完了 得到 我現在是最重的 他擔心